中国第10艘055驱逐舰下水 中美两国超级驱逐舰战力对比 看似来到10米2 但如果分析一下质量就会发现 与其你说是10米2 不如说是10米0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最近我国第10艘055驱逐舰下水了 可能很多人觉得才10艘055 怎么看都觉得不够用 但是万事万物就拍一个对比 让我们看看美国现在有几艘万吨驱逐舰呢 答案是两艘 最重要的是 这两艘是传说中的朱姆沃尔特地比级一千 这两艘船是2013年下水 今年都2024了 也就是说美国的十几年来都没下水一艘新船 当然如果光说数量可能有事偏谱 毕竟除了数量之外 质量也是军舰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对比一下 朱姆沃尔特和055之间的质量 然后就能得出结论 比质量更是一个字 G 直说了吧 美国现在已经把朱姆沃尔特给拆了 为啥拆呢 因为要大改 与中国的055区距禁为母版进行修改 所以还用得着我说吗 恐怕没必要了吧 首先055采用了先进的一体化维杆系统 把雷达通信电子战全塞进一个系统 不仅隐身性能一流 还把电磁兼容性优化到了极致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好看啊 整体外观非常科幻 你再看美国战舰我就不说什么了 然后是火力055搭载了112个垂发单元 能不能发射核弹啊 我确实不知道 但这玩意儿的直径肯定比美国的垂发要大得多 能发射的导弹数量也更多 所以看上去是中国有10艘万吨大区 美国有两艘 双方战力比5比1 但实际上是中国有10艘万吨大区 美国一艘能用的都没有 真实战力比其实是10比0 不得不说 我现在开始怀疑啊 传说中中国国足镇国运到底是不是真的 用国足踢日本的0比7 换中国和美国超级驱逐舰战力对比的10比0 太直了 当然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说啊 目前美国的整体军力还是天下第一 这话确实 但问题是美国军舰绝大多数都是冷战时期的军舰 造出来也是为了适应冷战战场的 而中国的军舰都是为21世纪海战战场量身定制的 在火力打击 隐身能力 电子战能力 探测能力等诸多性能上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目前美国能和055 甚至中国的054 056等战舰在技术方面分清抗礼的 恐怕也就只有阿里伯克三星驱逐舰了 而且还只是勉强对标 因为阿里伯克系列驱逐舰的潜能已经基本被挖干净了 再提升其实也不大 战舰的升级冗余基本没有 新武器完全不适应战舰结构 想在冷战的船上搞21世纪的武器 属实有点难为这个老爷爷 之所以美国会面临这样的窘境 其实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由于缺少外界威胁 以及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想要多挣钱的需求 所以他们搞了一大堆 基本上用不上 且看上去 非常先进 实则贵的要死的设计 当时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大饼画的是真的好看啊 然而最后真正落地的呢 一点也没有 结果直接导致美国海军最后拿到的战舰就是个废物典型 根本没法用 但你又不得不用 因为老船基本上都快要报废了 如果再挑三减四就不礼貌了 只能这么做了 结果后来中国海军起来之后 美国又想重启驱逐舰研发计划 画了一个DDGX的大饼 只不过这个饼现在都没画完 所以他们又搞了个阿里博克三 那之前我也说了 冗余设计已经见底 别说是美国刚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 就连装个激光武器都费劲 至于电子对抗系统 隐身设计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老战舰都没这玩意儿 有这玩意儿的DDG1000 还是个中产不中英的东西 中国的055从火力到技术 再到辅助性能生产速度 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 当然这并不代表055是无敌的 因为我国驱逐舰 为了应对未来的危险和战场变化 保留了几十年内升级所需空间 所以随时都可以根据战场实际情况 做出调整 总之055的下水 让中国变成了领跑者 看上去在万吨级别驱逐舰这一领域 中国和美国的对比是10比2 但是当我们实际分析了两国战舰性能之后发现 这根本就是10比0